話說現在的國際新聞都會談到中共當局的人權問題 其中也包含了宗教信仰自由 畢竟在共產黨眼中世界上是沒有神力 一切都是唯物主義 因此宗教存在的目的只是團結部分過去時代群眾 以捍衛共產黨的長治久安 所以這樣也會導致宗教逐漸失去了原本的信仰內涵 只是披著盜袍的政治發聲器而已 不過中共只有承認中國本土的如佛道 以及外來基督宗教跟伊斯蘭 其他民間教門則是被嚴格禁止 今天我們就來聊聊為什麼吧 話說共產黨在佔領區進行階級鬥爭 開始以取締反動地主還有黑社會為理由 大肆打壓民間教門 主要的理由是這些民間勢力是跨黨派低 國共兩黨佔領區都有信徒 怕國民黨會利用信徒來發展情報工作啊 於是中共中央通過 取締反動會盜明條款 開始抓捕所謂的黑社會跟教門人士 像是青幫、鴻門、遺貫道、天德聖教、萬國道德會 都慘遭波及啊 信徒被送勞改、叫水遭到槍壁 大量信徒死亡 而這個悲劇也被中共視為階級鬥爭的勝利啊 而被劃下的句點